大家总说德妈去留学了之后 哥德好像话变少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 话变少的可能是我 我累了 不想聊天了 如果妈妈讲在就好了 既然哥德这么想妈妈 我就帮她万里寻妈吧 顺便可以出去亲店几天 哥德 你干嘛我不能带你去的呀 小猫咪不能出国的呀 你有没有护照 好吃好吃 吃饭终于不用被黄格登看着了 怎么连坐飞机旁边坐的还是哥德的粉丝 又被质问怎么把黄格登一个人扔在家里了 下了飞机赶地铁 赶完地铁赶火车 终于到达了立姿 你怎么来呢 是这样的黄格登话太多了 啊不黄格登说想你了 他让我出来玩几天 啊不 他让我出来找妈妈回去陪他聊天 对不起啊黄格登 你妈妈说还有课要上 暂时回不去 但是他说他会想你的 还その名字 就因为它是直升的 有不离你问你 你可以做人的 很多可想你 我摆讯了那个